字幕部ость者 字幕 李宗盛 哈囉 嗨 好久不見 先等大家進來一下 對啊 第一次用這個開始播耶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的行程表跟 還有整個心路歷程 然後順便跟大家說520快樂 對,520快樂 好久不見,大家520快樂 大家說很久沒看到 Miru 你的IG要分享一下嗎? 應該不用了 大家有發現我們現在穿的就是 NU的T恤 這個你的要再給大家看清楚 白色,超好看的 一下子穿的果然不一樣 一下子 真的,我們等這個 等這一天也等超久的 就是從過年那個時候有這個想法 真的 然後到 超創期 然後到 就是開始設計產品 然後成立公司 我們現在這個聲音夠大嗎? 因為我們太久沒直播 你不確定我們聲音夠不夠大 夠大嗎?我們的聲音 嗯 然後就是從設計衣服 然後成立公司 然後到要設計網站 包括要串金流什麼一切的 就是我們原本想像是真的覺得 好像滿簡單的 對,但是真的開始做之後就發覺 哇,有超級多 我們沒有想到的問題 或是原本以為覺得 應該沒有那麼複雜的事情 但其實真的做起來之後就覺得 困難重重 但是沒關係這都過去了 我們現在 終於可以跟大家說我們的 就是孩子 即將出生 真的即將出生 真的即將出生 養水準備要破了 對 夠大夠大 我們聲音夠大 OKOK 好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呢 其實這個點子是從 你見面會的時候 對 所以你見面會的時候 那時候想說 大家如果都穿 一個 一個 同樣的衣服的話 對 那就會很有向心力的感覺 對 然後其實我原本是想說 誒那 我們 我們做一個 這樣的衣服來 對 但是後來 發現 見面會的時候來不及 對 因為 如果我們是要認真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就要一定的 時間跨度 才能完成得了 就我們不想要只是單純去 下一個 成衣的東西 對 像外面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成衣場 然後 團服的那種概念 我們不想要做這樣 又想要真的做一個 做出一個像模像樣的品牌 因為我 本身的個性就是 既然要做就把它做好 對 比較完美主義一點 對,比較完美主義 但這是好事啊 這是好事啊 對 然後 其實我們名字 我們也想了很久 對 我們把我們名字 湊在一起湊了很久 然後 拼了半天 對,拼了半天 發現MU是 最有感覺的 而且 直覺性 對,而且還有MU 就是跟你的意思 跟你在一起的意思 對 然後 其實這一個 第一件T恤的初衷就是 那時候我想說 可以跟喜歡的我們 一起在一起 沒錯 但是如果是什麼 什麼粉絲團啊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太 就是有點太赤裸 有些人不好意思 穿在路上 對 然後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那就 做一個 Social Club 或者Social Lab 但是後面決定是Social Club 然後就開始 創作就是 字體樣式跟版型 顏色 對,顏色還有Logo 然後Logo 其實很多人看到 有人發現了 就是那個Logo 其實 是A跟Y的 橫著白 對 然後剛好對在一起 可是這樣看起來 又會很像一條魚 然後這樣看 遠遠看又像一座山 所以其實也是 都在想很久的東西 對 其實都能夠 跟我們是有相關的 對 然後 因為顏色為什麼是黑白 還有一點紅 是因為 其實我們本身就 衣服就是 大家知道的話 了解我們的話 我們衣服其實 大部分都是黑白 對 然後紅是我自己很喜歡 有點像我自己 小寶寶一直都是紅色 對 然後 原本啦 原本來說 我們是想做 黑跟紅 可是後來發現 好像太衝擊了 對 就是 可能沒有人 沒有很多人會 這麼 穿紅色 去 路上 就願意去穿紅色 對 後來就 把紅色拉到以後 沒錯 對 其實像我們現在想法 就是說我們每一年 這就是我們 最標誌性的基本款 嗯 然後 我們基本上一年 就只會出一次而已 然後就是 用預購的方式 那我們可能 maybe明年的年初的時候 或是 年中的時候 我們會再一樣 一個復刻新的版本 那 那時候我們可能就會 玩一些不同顏色的東西 或者是 不同的一些 材質 材質 或是 噴印的方式的不同 這樣子 所以 我們一開始就覺得說 那我們先用比較 安全一點的基本 對 讓大家可以先接受 對 然後我們之後 再慢慢的去玩 不同的一些元素進去 對 然後 為什麼會是這個 這個樣子 因為 我發現有些人 已經找到網站 網上他們有寫 就是 其實我對這個品牌 NU這個品牌 的發想 其實是來自於 就是 我小時候 90年代 那時候的 對未來的想像 對 像那時候很多漫畫 像是 新世紀福音戰士 對 然後還有 Akira 等等很多漫畫 都是 就是 有點賽博龐克的東西 在裡面 然後 呃 我 裡面有很大的一個元素 就是 以前對未來的想像 有一個很大的元素 就是 霓紅燈 對 然後 我就想像 就是動畫的那種 片頭一定都會有霓紅燈 對 我就在把霓紅燈的元素 放在裡面的話 讓我們的字體 就變成是這樣子 對 就是 這其實是有一種 我把 做霓紅燈為出發點 去創作的東西 然後 對 所以我們這次的主視覺 我們也挑了一個 就是比較 復古的飯店 就是我們 沒有把它做得這麼現代 就是想要呈現一個 當時的一個氛圍跟感覺 對 然後 阻止就是 過去的未來 對 其實就是 有未來的元素 跟過去的元素都結合在一起 對 然後 想要做的東西 呃 我還沒有那麼大膽 到那麼前衛 對 但是 我也想做一些 未來感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復古 因為我們自己也很喜歡復古的東西 所以把它加在一起 沒錯 沒錯 然後 啊 講到創 就是 好 這是設計方面 然後 到創業方面 我們也是 一波三折 第一個是 我們在 在 社公司的時候 剛好卡到年假 對 先等 先等大家放完假 放完假回來 然後 一個是 商標的問題 然後要去申請 一開始大家就先提醒我們一定要先用商標 所以商標的問題我們第一個去弄 對 然後 第二個就是 社公司 沒錯 也要跑一些流程 對 然後跑完流程了以後 然後我們開始 找衣服的工廠 對 然後找衣服工廠 挑衣服的布 對 然後挑來來回回 對來來回 然後請他們做樣品液給我們看 然後哪裡不行 我們再挑回去 再改 再送回來 對 這來來回回 好幾個月就過去了 因為那個時間不是說 我們今天改明天就看得到東西 對 他大概至少一個禮拜以上 對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才會寄回來 然後用不行的話 我們又要改 然後其實中間也蠻崩潰的 我原本想像沒有這麼難 對 而且其實小到比如說 這個臨口 這個寬度 或是他的 就是這個 我們全部都有改過 就是有時候我們穿起來之前 對 太悲 或是太鬆 對 所以這個每一個都是 可能就是差個一公分 就是臨口這邊下來的幾公分 然後 然後繡長幾公分 然後繡寬這些 然後繡的縫線是怎麼縫 對 等等 然後 還有什麼 很多人叫我們出帽子 對啊我們也會想出帽子 帽子之後我們也會 因為我們兩個也都很愛戴帽子 還有拖鞋 但是我發現拖鞋有一個很困難的點 是因為拖鞋要很多尺寸 對啦 因為畢竟我們兩個是自己做的 我們沒有很大的資本 我們沒有辦法捕捉 對啊 我們比較強迫 大家給我們賺同一個尺寸 對啊 然後 還有什麼 呃 還有網站設計 網站設計 網站設計 網站設計就是沿用我們原本 精神的顏色 對 像我是牌子的 經典的 算是我們MU的經典的色 對 這樣去設計 然後 然後 還有 最難的就是 發票 我發票等超久 發票這個我真的是 弄到我覺得 就是 它有好幾個步驟 然後它就是 每一個階段 你就要去跟不同的人去確定 然後確定來來回回 然後就是我每天都會在那邊 等待收Email 然後 有時候 就是收不到 或者是就是 就是它就是會少了什麼東西 然後你就要趕快再補 因為 每一個步驟 去審核 就是七天 或是一兩個禮拜 然後我們就不想再浪費這種審核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希望所有事情可以接得緊緊的感覺 對 然後 包括還有我們 因為我們其實全部都自己來 就是 包括要串那個電子發票 就是我們也是上網站 就是我看的YouTube一個一個步驟 然後去勾 然後去 要先去批那些發票下來 然後一組可能就是50個 然後我們要批幾組 就是 那個所有的事情 看起來就原本覺得說 好像 就只是綁個shop line 然後 有濾接這樣感覺就可以竄起來 但是 因為其實 很多現在 網路上會賣衣服 或自己做衣服賣的人 他們 其實他們不一定會有發票 對 或者是他們走一些其他的平台方式 就會比較簡單 對 但是因為我們兩個堅持就是要 有一個好的網站 對 然後有一個 就是完完全全正規 正規的 像是真的是有某有樣的東西出來 就是每個人買都是一定會有發票的 對 然後會是 就是 不認識我們兩個人以後 如果看到這個品牌 如果喜歡的話 買會覺得這是一個厲害的牌子 對 就不只是因為 認識或喜歡我們而 認識這個品牌 對 或喜歡它 我們也希望到 讓更多 就是未知的客人們 對阿 喜歡我們的東西 都可以支持我們 沒錯 然後 我們問說內地可以購入嗎 可以阿 因為我們 這其中一個麻煩原因就是因為 我知道很多人 就是那時候我們在 我們在講這個消息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說 那可不可以 哪裡可以買阿 美地可以買阿 日本、韓國阿 或者是 其他美國 或者是想要離香港 全球的朋友 對 我們就是因為這個 所以我們開通了 其他國家的 那個 就是我們有物流 對 其他國家的物流都串謊了 對 所以其實是買得到的 都買得到 就是因為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好多東西要喬 然後就 拖引到這個時間 原本我們是打算 在我生日的時候 最希望是你生日的時候 但是後來 沒關係 最天真的時候是你的見面會 對 3月 3月 對 我忘記了 14幾號 我忘記了 314阿 312 312 對312 白色情人節的時候 原本是想說 那時候可以大家穿 超天真 你看我們兩個有多天真 超 兩個月之後的事 對 然後312的時候發覺什麼東西都還沒出來 真的 連樣衣都還出不來 真的 超蠢的兩個人 然後 我們 我們講到 我剛剛摸到這個材質 這個材質就是 因為我自己穿T恤的話 我是 就是不習慣裡面還會穿衣服 或什麼樣 就是這個材質我們特別選的 就是比較厚的唇面 磅數比較高 對啊然後就比較舒服 而且 而且也不會透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白T最重要 我們那時候試了很多 嗯 就是第一個是不要透 不要激凸的感覺 就是大家穿起來可以很自在 因為 我們這品牌 我們本來就是希望大家穿的是很舒適 然後 可以穿出自己自信的感覺 所以 我們這衣服穿起來 基本上就是 它磅數是高的 但你不會覺得很熱 因為夏天到了嘛 就是其實如果 衣服很厚的話 穿的也會很不舒服 所以透氣也很重要 而且有點類似你也 沒有真的穿著它 但是它的 衣服又是挺的 對 而且它蠻軟的 它可以有這個厚度 我覺得還不錯 真的很舒服 對 然後 包括後面啦 因為後面通常規定說要有標 對 然後我們就 因為我自己 喜歡穿衣服的時候 T恤後面會很磨 就是有一個會很一樣 因為很想把它剪掉 對 然後所以我們後面的標 其實是用硬的 對 就是硬上去 對 就等於說大家就不會去感覺到 說還有一個東西 然後我們 還有旁邊的袖口 對 袖口 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應該 喔 有點黑 反正就是有一個NU的電袖標誌在上面 然後我們為了讓它呈現 立體感 多一點 然後再加上 它不要把衣服 穿刺先 就是破壞掉 對 然後也讓它完整一點 我們用了一個徽章的方式 就把它 小徽章的方式 對 因為我自己穿衣服 其實我喜歡穿的東西很素 我知道 跟我一樣 對啊 所以我們都是黑白T恤或什麼 所以有一些圖案在上面 其實我覺得就夠了 如果這邊還要有東 這邊還有西 我自己是 太花了 對我自己是不太喜歡 所以 所以 要嘛就全部都很花 對 所以 我們就做一個小細節在這邊 然後像我這樣捲起來的話 它就是沒有 但是放下來的話 會看得到 就是NU的那個 刪的那個圖案 沒錯 然後我們現在目前就是 兩個款式 基本上 就是兩個size 就是 我們簡稱它 這個是oversize 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fit 所以我們就是用 用這兩個來 當作我們的尺寸 對啊 因為那時候大家有說 就希望有男款跟女款 對 但是 我們用這兩個名字 用fit跟oversize 是因為 發現有些女生 很喜歡穿大件 對 大件寬鬆的感覺 對 然後 所以fit基本上就是 給女生穿 我們選的版型都是比較 很有帥 就是那個range很廣 對對對 就是我們有給很多人試穿過 對 他們到一百五十幾 到一百七十幾的女生 都穿得了 都穿得了fit 對 然後但是如果你想穿oversize 也是大的 就是可以遮顧屁股的那種 對 其實穿起來蠻好看 對啊 我們蠻多 就是讓蠻多女生的朋友穿過 其實大家 選擇oversize的人也還蠻多 然後我們的 給 像男生就穿oversize 就沒有馬上fit 對 就是 基本上從 就男生基本上就直接選這個 就沒有錯了 因為我們給肯叔 就是我們的大圈教練穿 他很壯啊 穿起來很好看 對 他一直說 你們這衣服 這衣服很好耶 我也被他都叫起來 對 超好笑的 對啊 用心是要需要被懂得的 真的很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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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是隨便做一個 做一個就是什麼東西出來 什麼聯名什麼 對 就賣出去 然後就是看到網頁 也是我們這樣自己慢慢摸索 對啊 欸那個網頁真的是 待會兒會去把網頁貼在 這一個帳號的 的 的 那個就是介紹件 介紹裡面 對對對 然後我們其實想辦法要把 就是 Instagram跟Facebook的 Instagram的商店開啟 就是可以在Instagram那邊買東西 對 但是 因為 我們還沒有賣過任何商業行為 他們還不覺得我們是 他們不讓我們申請過 就是Facebook的Meta不讓我們過 因為他覺得我們是騙人的 對 他覺得我們還有任何的商業行為 對 他覺得我們不算一個商業 我們不是商業帳號 而且我們不能 我們不能開一個Instagram商店 現在還沒辦法 對 所以等之後 可能這一批結束之後 我們會把Instagram商店也打開 對對對 對我們也用很久 對啊 蠻好笑的 想想這一路也是 一下子半年就過去了 真的 一下子而已 然後最 黑色跟白色就是最簡單的 對 然後 然後 我自己也是很喜歡穿的這個顏色 對啊 然後我們 因為 那時候我們在想說 要怎麼販售的時候 就是大家 我知道大家都會擔心說 就是限量怕會買不到的問題 或是會搶不到的事情 對對對 所以 後來我們就選擇了 我們用 預購的方式 我們是限時預購 就是說我們開放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這段時間大家都可以進到網站裡面去預購 所以不會有那種真的說搶不到的問題 我們也沒有限量說只有幾件 但是我們是限時 對就是你在這段時間去預訂 一定都會有 一定都會有 因為 其實這個也花了我們很多時間去協調 因為 其實大部分的衣場 他們做衣服 都是 沒有人在預購 對很少人在預購 除非你是一個很大的公司 有可能信賴 可是我們就是這種 什麼 菜鳥公司 每輸都不相信我們的公司 你們兩個是誰 然後 然後我們要說服人家說 你先幫我們做樣衣出來 對對對 然後我們會開預購 之後 有人 下訂單了以後 我們再給你錢 對對對 因為我們這件事情也寫了很久 不然他們要我們有 先做 他們要先拿錢 對對對 然後再給付存 但是我們就負荷不齊 對 所以我們就後來 覺得說 最好的方式 我們就還是開一個 就是限定時間的預購 然後 我們這個 這個時間跑完之後 就後面我們就不會再嘴夾了 就是 基本上這個東西 就不會再 這個東西 而且注意大家注意看 這個Social Club 其實是發想於 競香團 跟小情人 對 其實是等於獻給大家的 一個設計 然後我們就不會說 大家還有人要再去 我們再去追量 對 我們不會再追加了 絕對不會再追加了 這段時間 因為我們都是想做 一次 一批一批的 對 然後我們下次再看到這個圖案 一年後了 一年後 可能是別的材質 就不會是這個材質 不會是這個方式 復刻的概念 但不會完全一樣 對 顏色可能不一樣 材質也可能不一樣 印刷的方式 對阿 如果一年後還存在的話 會啦 會啦 十年後 我跟他講 我跟他講 十年後再做一個一模一樣的 十年後太久了啦 五年後 對 然後我們 我們不只衣服本身是 就是親手 親力親為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破壞袋 小卡 大家知道破壞袋是什麼東西嗎 應該知道 大家有在網購的應該就會知道 因為我原本是 我是不網購的 他是零網購經驗 所以我原本是不知道 破壞袋是什麼東西 但是很多 破壞袋就是指去收到快遞 我們去取貨的最外面內層 可以撕貨的塑膠袋 叫破壞袋 大家想說我們都知道 你們都知道嗎 全世界只有我們兩個不知道 反正就是 我是因為MU才學到這件事 那個東西叫破壞袋 然後呢 大部分的 網購的破壞袋都是素色的 就是樣板的破壞袋 然後他們就是很便宜 然後就用那個 再多一點的話 有新一點的話 是用貼紙 就是一個破壞袋 你們可能有看過啦 我是沒有買網購 我不知道 那個公司跟我講 破壞袋公司跟我講 就是拿貼紙 貼在破壞袋上面 代表他們的logo 或者是什麼的 但是 我們就不想要做這樣的方式 就是我們兩個 自己去設計了一個破壞袋 之前就有發過了 就是This is and you 就是我們希望 等於收到的人 就是看到這個檔下 看到就已經開心了 就已經感覺到我們 就是把它拆開來 就看到 就拿到那個當下 就是有 對 然後還有小卡 對 我覺得我們小卡 真的很讚 老實講 那個紙的材質 然後還有那個噴印的顏色 對啊 那個小卡也是 也是特別去做 不是隨便印的 就是來去打板 因為我們要 那叫什麼燙金板 燙金板 就是我們上面有一些字 是想要獻給 就是 預購的朋友 對 然後 還有我們的簽名 然後 那個簽名可以特別講 那個簽名 不是我們平常簽的 會簽的簽名 對 是我們另外 因為我想說要有另外一個身份 對 跟大家見面 所以我簽 大家就可以看我們簽什麼 對對對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們簽什麼 對 就跟我們平常簽的 五或那個 餘鏡是不一樣的 對對對 是不一樣的簽名 然後上面有一小段字 是 大家的 對 然後 還有什麼 好多的 腦袋好亂 一時間 太多東西 等一下我想想看 我們小卡鋪派帶 然後 包裝 對 裡面的紙 然後到 差不多 商品的部分 商品的部分 對 然後 差不多 然後接下來就是 預購的方式 對 對 預購的方式就是 首先這個衣服就是 如果它會復刻改顏色或改材質 就是它們製的材質 對 就是下明眼的事情 明眼的事情 對 所以 如果喜歡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 記得要去預購 對 然後 預購是在 我們會再開在 會給大家一個緩衝時間 大家今天才知道這個消息 對 所以我們定是定在下禮拜三 5月24號 對 禮拜三的中午12點 比較友善一點 對 然後我們會開預購的那個東西 對 所以把庫存打開 然後大家就可以去預購 就大家 大家不用搶在12點 對 不用搶我怕網路上會壞事 因為我們的網路沒有很高級 哈哈 網路還流量沒有到開到 對 網路流量其實很 對 沒有開到最低階的 大家不需要真的 在搶在那個時間點 因為我們就是開了一個禮拜的時間 對 最後一秒鐘買都買不到 都還是都有 但是不要最後一秒了 怕關不了 對 所以大家就 緩緩的來 買得到阿馬來西亞也買得到 都買得到 都買得到 亞洲 歐洲 美國 然後我們就是有開放信用卡付款 對 LiPay 還沒有辦法用 就是你看我們 都等不及LiPay 就是很多事情 對阿 因為我們都在等LiPay下去 可能又兩三個禮拜之後 就有點 Peggy說 求麵交 求麵交 Peggy 哇 你知道我們在哪裡 你就要找我們 對 所以就是5月24號的 都是同一批法後 基本上都是同一批 對 因為只會 只會開放 預定差不多 七天吧 七天的時間 大概會到5月31號 結束 對 所以這一段時間裡面 都定得到 不用去搶 我怕網路會盪起 然後只是要跟大家說 比較不好意思 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預購完 才一起下大單 所以 需要一點的製作時間 就是沒辦法說 那麼快 可能一個禮拜就可以出貨 大概可能需要大家等 三到四個禮拜的時間 加收到 對 加收到 所以 他們要從一場寄過來 寄貨給我們 然後我們要自己分割 分去裝 對 這還沒有講到 對 我們分裝要自己裝 對 我們是一個一個 然後還要對那個名單 然後 什麼size 什麼顏色 我們一開始可能還需要一點熟悉的時間 因為我們沒有做過這種事情 我們已經想好 反正我們就是半夜兩個人 然後分裝 然後拿去 看似去超商機 對 兩人拖約貨車 對 我們想的是這樣子 半夜才不會打擾到那個 上班其他買東西的人 買東西的人 對 就是我們 還要自己做這件事情 所以 大家要體諒一下 所以大家可能收獲的時間沒有那麼快 這個 這個我們得先跟大家說 比較不好意思 對 因為這真的只有我們兩個人 然後我們的 我們的公司名稱叫做 情不自禁工作室 情不自禁 我覺得這真的超妙的 我覺得這個 但這個要感謝大家 因為這個就是大家 大家想的 大家想的 對對對 就是那時候大家從應援我們開始 然後就用我們的名字 然後想了很多不同的成語 然後我們最後我們決定說 那我們就用情不自禁的工作室 這個來成立我們的公司這樣 就是希望大家看到我們的衣服 都能情不自禁 真的 好有趣喔 好啦差不多了 就是 待會兒會把 那個網站貼在 IG的那個上面 貼在IG上面 貼在IG上面 對 然後 我想想看 反正我們之後 也會有一些 線上的活動 對 然後那是 等到商品的時候 我們就會跟大家公佈說 我們的 活動的細節跟方式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那也是 還有提醒大家一點 就是 如果那個 收到商品那個小卡 要留著 要留著 一定要留著 這個對 這個一定要留著 然後 我們每一次的 我們大概 就是大概兩個月左右 會出一次新品 對 然後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就要開始做 下一次的東西 然後 大家放心 我們都 不是很普通的 我們其實基本上下一個東西 我們的元素跟 idea 全部都想好了 其實早就想好 直接做不出來 一直沒有辦法 沒有時間去做 因為一直卡住 對 但是我覺得下一批的東西 也很有趣 那就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 下一批是 關於我們自己兩個人的一些 小故事 對小故事的東西 對 那 對差不多 差不多 米勒 米勒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要講 啊你講最近你在忙什麼 最近 最近在忙 全部最近啊 喔 喔對了 沒有啦 我們要去韓國啦 我們要去韓國啦 對 六月要去韓國 對還蠻期待的 還蠻期待的 我們第一次一起出國欸 對啊 其實我們 情不自禁 NU也是 有想這個計畫 因為畢竟大家都知道 韓國的衣服有時候 設計的都很好 對啊 然後他那次去韓國玩的時候 就有告訴他一個任務 就是你要去開一些厲害的店 沒錯 然後厲害的衣服 你要就是要記錄一下 大概是怎麼樣 然後到時候 如果 我們有 淫餘的話 沒有規本的話 我們兩個就可以以考察 明義出國 欸對 你說的對 如果沒有英語的話 如果沒有就算了 就是 的確是考 就是考 出差啦 出差啦 在這邊玩 我們還可以一起去玩 然後 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這一次的見面會 我覺得還是一個蠻特別的 會是一個很特別的回憶 因為 我們也 我們兩個有準備一些 一些 一些 小驚喜 對啦 小驚喜 然後 有我沒有做過的事情 你沒有做過的事情 對 然後 還有我們 特別去拍的 一系列的照片 對 那些照片 就是 之前我們有發 分享那個影片嘛 那裡面那些照片 就只有在 韓國見面會的粉絲們拿得到 我們自己之後也不會再 再發這些照片 我真的超想發的 真的很好看 老實講我覺得真的很好看 而且我 因為我最近在 又要拍戲嘛 所以我都把都沒有剪 我知道 要給劇組做造型 然後 我就 我沒有想過我現在的頭髮尷尬的長度 可以有一個好看的髮型 然後 配的那個衣服 就是我就覺得說 哇 我很久沒有好看的照片 然後結果 不能發 不能發 對 因為那個 現場來的粉絲的那個 特別的禮物 對啊 這樣也好啦 就是有點獨特性嘛 對啊 只是我們自己覺得好可惜 我們兩個都 不是很常拍照的人 對啊 那這些照片真的很好看 還能拍得好看 真的 居然不能自己發 真的 所以就希望大家在 就是如果我們之後 在韓國見面的時候 希望大家 就跟我們一起玩得開心 對啊 哇 所以有人說 已經買了好機票去韓國了 真的假的 真的嗎 你要順便去玩嗎 好耶 要告訴 真的見到你要告訴我 你是誰喔 對啊 T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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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錄Vlog 真的啊 我們可以錄Vlog 像 之前我們其實一直都要提醒自己說 我們在做衣服的時候 我們所有東西要記錄下來 一步一步都要把它錄下來 包括我們去衣場 包括我們去訂東西 或者是做設計任何東西 但是你知道 大家知道 就我們兩個 對 其實真的有點難 因為我們一忙起來根本沒有時間 他記錄還拍照什麼的 然後 頭都快炸了 真的是有點難 我覺得很可惜 有時候 難怪會有側拍公司 對 因為你在忙的時候真的沒有辦法側拍 沒有時間側拍 就我們有時候就是 到最後才會想說 啊糟糕 我們今天連個線動都沒有發到 就是覺得很可惜 就我們今天弄了一整天 或開了一整天的會 然後摸了一大堆的布 結果都完全沒有記錄下來 就真的蠻可惜的 台灣辦起來 台灣好像 不會有 台灣對 我聽 就是他們說 主辦他們說 台灣好像不會有 對啊 我們也是從 聖誕節的那個見面會之後 我們就 就沒有再公開的 有啊 你的見面會啊 聖誕節 我只是來串 觀眾 我們一起的感覺啊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一下 韓國這一場囉 對啊 我們最後是不是可以讓大家看一下我們的衣服 秘魯啊 你要不要過來啊 衣服 秘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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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拉了一個月 他已經拉了一個月 敲碗之後 希望看妮魯跟阿諾一起 我也想啊 但是我怕他是有什麼問題 但是他去檢查 我已經去了三家獸醫了 有一天晚上也是急診 大家應該知道 5月2號 我媽也來關心欸 對啊 所以阿諾到底怎麼了 不知道 因為他去抽血 然後去照超音波 然後很多快篩什麼東西 很多快篩什麼的檢查 檢查後都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他就是一直拉肚子 然後開了止蟹藥 吃過兩家動物醫院 止蟹藥也沒有用 還在拉 所以 老實講 我覺得我自己也是養了貓之後 我才 就是慢慢的動物的心情 當我第一天慘貓死的時候 變慘死官的時候 變慘死官的時候 我突然間覺得我父愛噴發欸 真的 就是覺得我 我每天看到你回家 你在那邊說 喔咪嚕來爸爸抱抱 我就 沒看 從來沒看過我這一邊 沒有看到你這樣 每天回家就抱他 跟他親親這樣子 就這樣 我懂你的心情了 可是咪嚕的個性真的很好 咪嚕是天使啦 是天使 跟大家公布 咪嚕的個性是比阿諾好相處的 阿諾比較個性啊 阿諾真的是 好像欠他五百萬的樣子 諾懂欸 對阿 然後咪嚕就是 人人都可以親親的一隻貓 對阿 我們是不是可以看一下大家的問題 我們今天都還沒跟大家互動到 對對對阿 我們兩個 欸我們兩個自己講 就講真的半個小時欸 沒停欸 太多東西要講 就沒有跟大家欠 對阿 大家可以 有什麼問題嗎 對阿可以跟我們聊聊天 然後結束我們就差不多了 咪嚕 他在諾蘭見面後可能會開始粉災 被諾蘭帶換 真的不行 我家裡現在又 又放 室內有放了新的粉摘 我 真的不能 不能被啃 咪嚕是女生 女生 我都打得累了 貓的個性 就跟主人一樣阿 Mindy講的 哈哈哈哈 Mindy講的 哈哈 Mindy謝謝你說出我的心聲 哈哈 你們有這麼難相處嗎 還好啦 還好啦 還好吧 魚有維持住蝦二現在滿有啦 魚蝦二現在 現在蠻瘦 他現在很瘦喔 魚現在很瘦 喔 他們說可以看全身好嗎 來來來 可是我們下半身沒穿阿 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下半身穿短褲而已啦 魚貴姿啦 貴姿 其實就是這樣阿 我看嗎 現在 貴大家 不好意思 麻煩大家 麻煩大家 多多少褲 對阿 我覺得基本上 我們的尺寸真的是很友善 所以 不用擔心什麼穿不穿得下的問題 對 都很OK的 因為我們會想 一定自己也要穿 對啊 而不是就是 有這個東西 然後 自己不穿 絕對自己穿包 因為我自己是想要穿包 絕對穿包 可能會穿到真的是太 大家會說你們可以換個衣服 完全沒有衣服穿 沒有 包飾貓款 請問內地什麼渠道可以購入 在官網上就可以了 有順風快遞 他可以選擇順風快遞 沒錯 嗯 留言差點暴動 突然想 背後有文字嗎 沒有 我們背後是 原本我背後要加文字 對啊 結果被他反 反動 明明就是我說要加東西 你是不要的 你的個性跟阿國那個一樣 男鄉主 明明就是我想要加你不要 哦 是這樣 對 好好笑 不過我覺得我們 在這個合作的過程裡面 我們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爭執過 我覺得我們 一開始 那不是說 對 好朋友兄弟 不能這樣子去做生意 對 然後就是工作一起會 但是 我們好像也沒有 沒有什麼問題 對 我覺得我們很互相尊重 我覺得這真的很棒 我說什麼都好 對 你說什麼都好 好好好 對啦 然後我要把 現在把網站 現在用電腦來用 你跟大家聊聊天 你直接把它貼到 貼到留言上面嗎 還是你要直接 串在 嗯 嗯 等一下其實再改啦 等一下再改 等一下再改 先跟大家聊天 包包跟帽子 啊 我們會做 我沒有想再做 袋子啦 對我們會做袋子 然後帽子當然是一定會 就是等之後 帽子一定會做的 大家都不用擔心 秘魯要上來一下嗎 秘魯害羞 秘魯算是很 很 很害羞的毛 很害羞的毛 對 一開始我第一次見到他 他都是躲在電視後面都不會出來 他完全可以不動一陣天 然後現在是 窩在我的餐桌椅上睡覺 女生有尺寸推薦嗎 我 如果你想穿寬大的 就選oversize 如果你想要穿 呃 比較和聲 正常的女生的T恤版型的話 就是選feet 對 我們到時候 會寫上模特兒的那個 對已經寫了 我已經寫了 然後大家可以 看一下說他穿起來的感覺 因為你模特兒他穿 他穿了一件小件的feet 跟oversize都有穿到 然後他其實是一百七 對他其實很高 對大家看其實他是 他不是一百六的女生 他不是一百七 對 從我真的覺得從不懂到做成名 真的啊 我們從完全 我們完全不懂做衣服要幹嘛 真的啊 我真的以為是像做團服一樣 就是去找一個成衣 想西門廳的 然後 就是 印上去 一個禮拜就好了 對 真的以為很快 他們現在搞了半年 就發覺其實最前面的 先不講衣服 光是公司跟商標 就已經弄了快一個多月了 嗯 當然這是真的 因為我們也沒有經驗啦 所以我們就真的是一步一步 然後問身邊的朋友 然後上網自己查 然後慢慢摸索出來 見了 見了 不到一百六一定也可以啊 可以 其實不到一百六 其實就是穿oversize 一個概念就是 你想要寬大 還是要 正常女版T恤的樣子 對 那男生一定是選oversize 對 不到一百六的話 穿oversize可能就有 蓋臀的效果 對啊 就是他 就基本上會 就是蓋臀 整個蓋住整個臀 對 你可能下面配一個 小短褲或是什麼 西風褲應該都會蠻好看 見了 見了 德國也買得到啊 全球都買得到 見了 見了 大家說你可以把咪嚕抱起來 好了 我去試試看 矮個子的男生 我覺得還是買oversize 就是不管男生 不管是身高如何 都是買oversize 會比較好 包括 我們會把所有的 就是 長度都寫在上面了 然後 Andy去抱 抱 抱咪嚕了 對 咪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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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多輕人啊 他是可以給抱的嗎 對啊 來 你要過去了 然後現在幾點 十 九點十分了 免了 哇沙發要爆了 沙發要爆了 沙發要爆了 算了啦 因為 呃 我看到說要多買幾件 可以留著睡覺 留著健身 我覺得 睡覺是可以 因為他這個材質是很舒服 真的 健身應該也可以 都可以 因為是穿著出門 戴著出場的衣服 對 跑走了這樣 咪嚕跑走了 咪嚕 咪嚕姐 咪嚕姐 咪嚕 咪嚕 你知道原本他媽是 是 不能 有點害怕貓咪的 咪嚕 咪嚕 但是 這邊 因為了阿諾的洗禮 對 我媽媽 克服了 克服了 現在接受了 咪嚕 我沒辦法幫你把iPhone解鎖 好 解鎖 然後 我們看是到 到多久 差不多 出無袖 對啊 我們 其實有在想 原本有想過 因為 呃 其實有 無袖男生穿女穿穿也是蠻好看的 也是蠻好看的 但是 還是比T恤少一點人 對 所以 還是以大家先 能夠接受 我覺得 明年是可以 明年可以想想看 因為 今年我們夏天想要出的東西 我們已經 基本上都訂完了 所以 如果真的是無袖的話 可能就是明年 明年看看 對啊 因為我自己有想過 如果是無袖 然後 這邊挖 挖大一點點 對啊 然後男生 現在也蠻流行的 對 然後 女生的話 可以穿一個小可愛的 對對對 而且很好看 我覺得 有考慮出襪子嗎 冬天可以出帽梯 我們冬天會出帽梯 襪子 但是 要我們活到冬天 能不能活到冬天 我很悲觀 好難相處 我都給你很大的信心啊 我就是那種 超爭辯 超陽光 一定可以的 可以的 你知道在創業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懷疑就是 到底能不能做出來 做出來會不會有人支持 然後 他都會在旁邊說 他都會在旁邊說 一定可以啊 一定很可以 一定很棒 我們要相信嘛 對不對 褲子可能會比較少 褲子對 因為褲子的尺碼會分很細 很細的話 就要有 做很多個版型 很多個版型的話 你每個版型都要有一定的量 就等於是要有一定的庫存 一定的庫存 就要等於有一個倉庫 有一個倉庫 對 然後倉庫的話就是成本 然後 打那些版型也是成本 對 然後 對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只有年輕的這個成本 對 我們沒有那些成本 只有你有年輕的成本 只有你有年輕的成本 我們真的是 因為真的是 就是還在 剛創業的初期 所以我們 就希望說 可以在我們能力範圍內的東西 我們先做 對 然後未來我們一部拍一次 對 我們一部把話就給說 就絕對不知道 對 因為 目前為止是還有一點難 對 但是我們的願景 未來當然會希望可以做到那樣子 對 對啊 對啊 剛開始慢慢來 對啊 我覺得會好好的 對啊 會好好的 也謝謝大家就是 等我們這麼久 因為我們從那時候 有發佈了這個想法 大家就一直很期待 基本上 大家也是跟我們一樣期待了大半年 對啊 可以這麼講 對啊 而且記得那天 所有東西都用好的時候 對 然後我們是在吃牛排之前 對 大家看到我們去吃牛排 對 然後走在路上 從廠商 議場那邊下來 對 然後他就說 欸 我們可以賣了 然後我想說 好不真實 對啊 好不真實喔 對啊 我們來這邊這麼多 每次都在調整東西 然後就覺得 好像每次都還缺什麼 對啊 總覺得還要等很久很久 對 那個 步驟上面寫說 喔國稅局 對 兩個禮拜 回船 金流 金流 要54天 看那些製作覺得頭好痛 都沒有想到說 哪一天可以上 對 就已經 放平心態 對對對 然後那天竟然覺得 我們可以上 就覺得 蛤 好像有點不切實際 真的 對啊 真的可以賣老 對啊 好啦 請大家支持我們 請大家支持我們 那個 情不自禁工作室出產的NU 產品 產品 對 也不只是衣服 對啊 我們會做一些 很多東西想做啦 就像那時候 我自己也很想做是筷子 多一雙筷子 對啊 筷子 每天用得到的東西 對 會很開心 好啦 差不多啦 待會兒我會把那個 官網的網址放在 對 就是 instagram的那個 那個 首頁上面 NU的首頁上面 然後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裡面有 我們設計的 網頁 對 那些文字 也都是我們慢慢想出來的 對 那個都是功啊 都是功跟血淚啊 真的 哈哈 哈哈 好啦 差不多啦 那就這邊跟大家說 拜拜 那我們就反正就是 524 會開語 對 524 會給大家幾天的 就是緩衝起來 因為畢竟今天才 跟大家講這個休息 對啊 520 520就是 讓大家 開心 分享一下快開心快樂給大家 嗯 晚安啦晚安啦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不知不覺也是快要一個小時 欸真的耶 我們這樣也快一個小時了 今天真的是 蠻長的時間 嗯 好啦 那大家 我們就 之後見囉 對啊 韓國見面會 韓國見面會 對啊 因為我最近 也有其他的事在準備 所以 可能比較 難有機會來直播 對 我也是 我也是 有準備要開始進 新的東西 這樣也好啊 我們兩個就是都 對啊 活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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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下去就好 而且都是在 我覺得都是在往 變得更好的路上 對 我覺得這真的是蠻好的 要唱一段金包吟嗎 哈哈哈哈哈哈 呃 呃 唱 他會啦 但是 等等之後 對 哈哈 好啦 差不多了 嗯 好啦 那大家晚安囉 拜拜 晚安拜拜 520快樂 拜拜 好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